对 对 对 喂 妈 怎么了 闺女 你爸生病了 生病了 什么生的事啊 就刚刚 那你们送医院了没有啊 送医院了 行行 别着急啊 我现在就回去 啊 闺女 你先别急 你听我跟你说啊 怎么了 你爸现在吧 大体势稳定下来了 但是呢 还需要八万块钱的数数费 你看 在家里啊 也没有那么多钱 你看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啊 再说了 你来了 也没用啊 哦 那行行 妈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借钱 然后我一会就转给你啊 好 闺女 你抓紧一点啊 哎 哎 好 妈 我回来了 给你啊 妈 我回来看看我爸 给他买了一箱奶 好 行 你啊 我爸呢 你爸 他出去干活去了 他这刚出院 就出去干活啊 你爸说啊 他恢复的挺好的 这不 在家里也挟不住 就出去了 哎呀 妈 你说 自从我爸生病 我一直也没回来 住院我都没去 我还挺内疚的 闺女 你内疚什么 爸妈都知道 你工作忙 我这最近放假了 就回来看看你们 行行行 你放心吧 闺女 你回来了 妈给你做点饭吃去 哎 行 闺女 你爸这怎么还没回来啊 你去找找他呗 啊 行 还在小河边那块地吗 啊 对 对 啊 好 僕 弟弟 你这买车了 嗯 嗯 对 这车挺新的 什么时候买的 嗯 三个月前 对 三个月前买的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 不对啊 我记得 那时候回来 你还骑着摩托车 啥时候买的 我也有点忘了 姐 你干什么去啊 啊 咱妈做好饭了 我就爸回来吃饭 啊那我去啊 我去就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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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是 可是三个月前 他明明骑的是摩托车 哎 他 这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妈 你跟我说实话 我爸是不是根本就没病 你 你们是为了给我弟弟买车 所以帮他编了个理由 骗我是吗 哎 哎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我一听说我爸病了 我到处借钱 好多人都不借给我 我没办法了 我死皮烂脸的挨个儿借 你们倒好 拿着钱给我弟弟买车 我也是你们的闺女吧 你们还拿我当自己家里人吗 闺女啊 你你先别生气啊 都是妈的错 妈 你也太惯他了吧 这事啊 都怨你弟弟 他非要买车 天天吵天天闹 我和你爸 让他烦的 也是没办法的 我弟弟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天天游手好闲 好吃懒做 闺女 你说这车 买都买了 你就别生气了啊 perdre 妈 你在干什么呢 干什么 我刚才替我爸去吃饭 我爸说他不吃了 他不吃 那是他因為他不敢回來面對你姐 啊?為啥? 都怪你 非要買車 走吧 你姐都傷心的哭了 媽 都怪我 一時鬼迷心窍 你說這沒車的時候吧 就特別想有輛車 感覺挺贊揚的 這一旦有車了吧 說實話也就那麼回事 兒子 我們這麼做 真的太對不起你姐了 媽 其實我也挺內疚的 特別是看見我姐的那一瞬間 不過我想好了 我要還給她錢 我要把這個車賣了 你說你 早知今日何必當村 媽 媽媽 對不起啊 我現在就去給我姐道歉去 怕你飛遠去 怕你你我回去 更怕你永遠停留在這裡 每一地雲水都向你流淌去 都流進天空的海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